前两期视频我们介绍了乌库处的概况和攀登的准备过程 本期视频我们将正式进入攀登的环节 接下来的36个小时是本次行程的重点 队伍于第三天早上9点 吃过早餐后再次清点了包的数量 并在户外集结 物资在一辆标准皮卡里被安排妥当 皮卡的后备箱已经变得满满当当 乘车两个小时前往大本营 一路上风景神秘而秀美 河谷在山间穿梭 阳光之下像是盘踞在山间的巨绑 巨绑的皮肤闪着金色的阳光 富有杀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悠闲而霸道的牦牛 藏民们为了给牦牛补给食盐 需要定期上山 路程遥远 往往一天内无法返回 因此牧民在河谷之间 零星修建了许多简陋的小木屋 以便夜间休息 道路两旁河谷之上 时常可以看到被狼袭击而死去的牦牛留下的白色遗骨 完整的头骨也并不少见 在大本营附近更是数量众多 藏族朋友说这里是牦牛牧场 除了狼还有雪豹 相比阿爸容易到来的藏区 这里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 牦牛的体型更为巨大 数量更多 第二 环境更为原始 人也更为稀少 在景色也更为神秘 第三 对于人类和生存而言 这里的自然环境更为嫌恶 比如说有狼群出没 这位接下来正是进入 乌库主所在的无人区的行程 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谢谢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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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我们便开始轻装徒步 背负在我们出发后两个小时 也向自己开拔 他们的计划是同协作一同到达C游地 然后放回他们在大本屋的门屋休息 第二天中午在我们春宇结束后 还是十二点他们在到达C游地 将物资运回大本屋 正如计划 在翻越了最后一个山坡后 于下午三点我们到达了CE营地 CE营地面冲雪山 背靠山谷 侧面有一处雪山融雪形成的水源 在整理好内务后 我们开始做技术装备的适用性训练 以避免在第二天的使用过程中 手忙脚乱中出现意外 随后趁着太阳尚未落山 协作开始为大家准备晚饭 晚饭其实很简单 但第三机协作队确实用心 做得像模像样 味道绝不输给成都的街边面食馆 考虑到这样一餐是用简单的范围 微致成 心中的感激之情不胜言表 进餐过程中 我们最终敲定 第二天凌晨1点30分起床制造点 三点钟充顶 预计7点 登顶1点赶上看日出 搓下最后一口粉 手中的不锈燃换饼里 还有鱼温配暖手 抬头一看 最后一把阳光斜射在乌库处 巨大的三角形山地上 遇照金山 这时的我呢 还不知道第二天 我们将无法在山顶目睹直出 而各种挑战 接踵而至 下一期视频 我们将重现 冲顶的全过程 欢迎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